靓仔 手架不稳 打球不准 今天讲讲抬球必学的七个手架 第一种 普通手架 五指张开 手背微微拱起 大拇指贴住食指 这种手架视线良好 日常使用 第二种 凤眼手架 大拇指贴住中指的第一个关节 食指弯曲 贴住大拇指 然后调正 这种手架是用于大拇杆打强烈杆法时使用 第三种 后斯诺手架 五指张开 大拇指贴住食指 后掌抬高 把重心放到后面四指 这种手架适用于白球后面有障碍球使用 第四种 裤边手架 五指张开 大拇指藏起来 食指护住球杆 呈直角状态 让出杆更稳定 这种手架适用于白球距离裤边不是很远的手用 第五种 贴裤手架 平手架拉远一些 搭在裤边边缘上 大拇指贴住食指 稍稍抬高一点后掌 这种手架适用于白球贴裤使用 第六种 近裤手架 当白球距离裤边较近时 手架放在裤边上 由于支点过高 容易影响机球的稳定性 此时需要用到裤边手架 大拇指与中指贴于球杆 食指弯曲护住球杆的另一侧 并成直角状态 记住 食指一定要给球杆留一点点空间 用这种裤架打球 就能大大的提高进球的稳定性 第七种 扎杆跳球手架 握成拳头 张开食指与大拇指 两只手指做成圆形 环扣球杆 这种手架适用于 凌空跳球和扎杆时使用 正节课干货有点多 点赞收藏 慢慢学习 下课